哈喽大家好,我是杨哥,昨天没有出视频啊,假装在过情人节 那新仔呢也是全年无惊喜啊,一如既往的啥也没准备 但是也一如既往的跟我说晚上吃啥,咱们出去吃 后来我就想着我在抖音上有一个优惠团购还没使呢 我说咱也去吃这个嘛,我俩就到那个江北的融创帽去了 然后吃的这个铁板烧,还挺好吃的 然后呢,这顿饭就等于我请他吃的,因为是我之前买过的套餐 吃过饭之后呀,这个新仔说,我带你去那个融创乐园吧 今天我带杨哥来这个哈尔滨最大的游乐园啊 也算是有心了,对不对 那为什么今天现在这么有心呢 因为我们刚刚发现融创帽不收费了,是可以免费日约入园的 这可真是,骗到手了,过年过节是真不扯为 就整那个免费的园区 行,这老爷们他能今天抽出时间来陪我 也算是个爷们,也挺好的了 就认了吧 结果人家就昨天有个影 今天又没影呢 咱说就是最近一个星期的时间 那除夕得四五回来 要干啥呀 我真怀疑我这是抽空跟我过个情人节呀 你这到底是我老公啊 你还是啥呀 那结婚之前那咱说那小姑娘的手里里那都是傻呀 那是化妆品,衣服啥的,是不是 没事打个车 这结婚以后天天急功叫买一堆菜里回来 这敢给我累的 她倒是挺乐出去吃 我一出去吃心疼呢 我现在那就给大家做呗 我这天天这么节省,你看看 这咋过七夕一分钱都没给我花 真像样啊 这越省越省啊,都省我省一省来了 不行啊,这事是个问题啊 同志们,你们得给我想着找我 我怎么治治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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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治治他呢